慈激大學獨有的特色慈成義德爸媽 他們每個月一次會自備自駕返校 要陪伴學生走過這段成長路 今天學校也特別舉辦了一場感恩會 要向爸爸媽媽們說聲感謝 現在還會擔心害怕嗎 其實還是會 還是會喔 對 因為比較搖晃 因為之前在彰化沒有經歷過這麼大的 花蓮大地震慈大住宿生飽受驚嚇 志工溫暖撫慰 讓獨自在外求學的孩子們 也能感受到猶如父母的愛 他們是慈成義德爸媽 慈成義德爸媽來自台灣各地 與學校緊密結合 提供孩子們全方位的照顧 在感恩會上 學生們有歌聲回報這份無私的愛 教育置業35年來 因為有各位爸爸媽媽的陪伴 我們的學生在這裡面成長 我都不需要說 連我們的老師也透過這樣的方式當中 更加認識慈濟 用熱烈的掌聲表達最深的感恩 義德媽媽將屬於直至合一 二十五年來與學生們無話不談 畢業後成家立業也不忘保持聯繫 分享談戀愛的心情失戀啦 到畢業之後也一樣當兵然後實習 真的就是非常像一家人了 包括她的孩子兩個就是孩子都會叫我蘇姨奶奶 蘇姨媽媽的話我覺得她就是非常可愛又很活潑 而且她每次來義德會的時候她就是非常的熱情 就是很像充滿著赤子之心 林秀蓮與鄭文正住在高雄來回花蓮車程要十個小時 夫妻倆每月返校二十多年來從不見斷 孩子們沒有血緣關係卻是一輩子的家人 十大的孩子車禍了哎呦你車禍了我趕快去很急啊 媽媽你放心我的義德媽媽已經來了 有的都已經有成立家庭 而且也有這個其實在我們看起來就是也是我們的一個孫子一樣 來帶這個執程義德會真的是我們不只是來這邊學習也跟這個小孩子真的是一起成長 全新付出 不求回報 用自身成為孩子們的教育典範 來新聞黃瑞娟 鄧銘怡 花蓮報導 對我們的生生嗎 對我們的生生嗎